讲师您好 我啊从上学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死读书 我觉得我自己是用脑过度了 我吃了七年的药 现在我每天下班回家以后 我都觉得非常的疲累 我的身体一直都跟不上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请讲师来教教我们 好的 这个听众是说他是年轻的时候 死读书用脑过度 我看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应该是他少运动 不是死读书的问题 你就读书嘛 有什么关系 现在重点是你读完书 其他的时间 你没有好好的运动运动 这个精神要好啊 身体要健康啊 这个运动啊 是少不了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运动 除了吃东西要正常 吃东西要有营养 这个是促进健康的元素以外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运动 是 不过讲师您会不会发现 有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用脑过度是不是真的会觉得很疲累 如果只是思考啊 不是造成疲惫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情绪 就是我们做有必要的思考 你即使是没有在读书的时候 说实在话 你也是在思考别的事情 待会吃什么 待会做什么 待会去拿逛街 其实是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啊 就算我们去玩吧 你总要思考说怎么玩 路线怎么排 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今天是要准备一篇论文 这个真的要查很多很多的资料啊 你就发现情绪就加进来了 还是情绪的问题 对 情绪就加进来了 并不是思考本身就能够造成你多疲惫 因为你随时都在思考 思考本身没有罪 是这个情绪进来之后 你对情绪的毫无模式 造成你的精气神雕尾的主因 所以说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在读得哀哀七七的 对不对 读得你觉得呢 很累 对不对 很累啊 背又背不起来 很累 对 贵累的原因就是因为情绪不好 你看那些读得很愉快的 他就会读得不累啊 你看他读那个三国演义 练到三军半月他就不累啊 我这样简单举例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你是什么样的情绪 就决定着你的精气神溃散多少 还是情绪 对 是情绪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 讲到说怎么样 能够认识自己的情绪 这个要深入一点的话呢 就又扯到残穴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要讲说 我们先不要谈这么高深的学问 先谈说 就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做最简单的事 大家都易懂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只要做简单 做对的事情 我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 有没有这么样简单方便的事 有没有 对 那确定是有的 是哪一件事呢 就是运动 运动你说 往那是要举雅铃吗 还是要到健身房吗 对不对 还是要家里的附近有一个塑脚跑道嘛 那大家就又把自己又设限很多 你看我没有办法运动啦 因为我家离运动场呢 有点距离啦 走路要20分钟 骑脚踏车呢 也要三五分钟 我又没有脚踏车 对不对 就是你会找很多理由 然后有的人会说 哎呀我早上爬不起来啦 晚上运动可不可以 对啊晚上的话呢 回家已经蛮晚了 还要再走那么远的一趟路 对他就是很多原因啦 还是很多情绪 对对好 首先我要说 你如果家里有公园运动场 当然我要恭喜你啊 这是很好的事情 那你就就近到家里的公园 运动场去运动 如果你一个人觉得无聊 那运动场可能就有一些人 可以加入他们成为伙伴 有的人就在那边跑步 有的人在那边做早操 有的人可能在那边跳舞 那就算是跳舞也可以促进健康啦 你可以找那种对健康比较有益的舞蹈啦 有些舞蹈跳起来很嫩媚 那些纯粹不是为了促进健康的啦 为了吸眼球的还是干嘛 目的不一样啦 有一种舞蹈感觉起来蛮有活力的 像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鬼步舞啊什么的 就是跑跑跳跳的那种啊 真的可以伸展然后活动起来 好像一直在跑步 他跑步又不会前进就在原地跑步 那个可以学习 我感觉每次去到这个公园都会看到这种人啦 那种舞蹈呢我就觉得不错 如果那种舞蹈是男女两个人 然后手拉手勾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帮助不大啦 是的 帮助比较大的是对气血的畅旺有帮助 有帮助有体力活的成分在里面的啊 是 那个帮助就比较大 当然有运动场的话我们就鼓励你这样 那如果没有运动场呢 那我们就考虑在家里 我们怎么样可以自己来运动啊 比如说这个跳绳啊 它就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嘛 是 对不对 我刚刚讲的那种什么 鬼步舞其实就是在原地跑步啦 其实你不会鬼步舞 你就原地跑步啦 是 原地跑步也很好啊 三两分钟你就很喘了啦 是 那当然喘的程度跟你的跑的速度有关嘛 如果你家里有个运动器材 比如说跑步机 那就更方便啦 嗯 但是跑步机跑起来楼下会抗议哦 碰碰碰碰 会抗议 如果你是在一楼就更好啦 但它的效果跟鬼步舞差不多吗 对 只要你动起来身体有这样跑的感觉啊 就差不多 你就会跑完 你就会觉得神圈气爽 好 时间不需要很长 你可能十分钟 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 是 二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的范围 都能够流汗啦 是 只要能够让你流汗 身体有跑跳起来的感觉 都好 都很好 嗯 都能够治疗所有的慢性病 是 都能够让你的神采奕奕奕 诶那讲师 您在教我们的站庄 他不用跑不用跳 我们就只是站着而已啦 啊对啊 那就是有人说 那老师啊 我的膝盖不行 嗯 我不能这样子弯来弯去 那就好啦 那你就站着 是 站着还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直直站着 哦 直直站着 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哦 直直站着 它不简单的原因就是你都不要动 就变成不简单的事 如果你站着 都扭西扭的 那就没有用啦 就是都不动哦 就是跟一个木桩一样就站在那 那你经过二十分钟你看看 诶 全身里面也是精彩的很 是 啊当然如果你 可以再加点体力活 就是 双腿围曲就变站庄 站庄也是一样啊 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双腿围曲哦 就是要有点难度 有点吃苦的味道 这个效果呢 就更好 它的效果呢 絕对不会比跑步更差 而且呢 它还有一种 静坐的效果 静坐的效果 静坐养神的效果 所以呢你就 也是一样 站庄在那里不要动啊 这个各位啊 如果你现在 到YouTube啊 还是到 网路上搜寻站庄 大部分看到 都是我的文章跟视频 我知道有很多的 团队团体 医师也都是听着讲述 对对啊 很多中医的团体啊 西医团体啊 医院啊 好多医生都用我的东西啊 特别是站庄这一项 他们觉得对他们的病患 帮助很大 是 那个乖乖的这样子 站着围弯 然后我身中的契机畅旺 但是还有静坐的那种 重点就是不要动 不要动 你就静静站在那里不要动 那个效果呢 才是最好的 如果说 我呢不适合动啊 我不适合跳啊 我也不适合跑啊 我已经有年纪了啊 那你就静静站着行吧 行 对不对 双腿围曲 啊围曲的角度你自己决定 如果老人家 你就围曲就少一点 那 年轻人 你想 像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是 多大年纪啦 年轻人 应该年轻人 他说几年前死读书 那应该年纪还不大啦 嗯 大概30岁以内吧 那你就可以蹲下去角度多一点 多一点的意思就是说 然后大腿的角度大概呈45度 那就很下去了哦 是 那这样呢 恢复精神就会又快一点 好啊 那有的人就说 可是我不适合围曲啊 那我说那可以 那你就直直站着也可以 你说那可不简单嘛 那也不很简单哦 不相信你试试看啊 我的条件就是说 站着不要动 站着不要动 甚至你眼睛可以闭着 要半个小时吗 可是如果眼睛闭着你会摇晃哦 那没关系 你就靠着墙边 但是背不要贴着墙 因为墙是冷冷的就不好 是 或者是旁边有一根柱子 你可以手稍微握着 也没关系 那不会晕倒 很多人眼睛一闭 就头晕了就晕倒 就晃晃晃来晃去啊 跌倒 对 好 然后再来如果还有人说 老师啊 那我也不适合站着 我免那个体力啊 那怎么办呢 那我请你坐着可以吧 可以 各位 我们今天条件一直降哦 都对你的精气神很有帮助哦 你要仔细听哦 跑步运动你也不行 你说没有运动场 在家里 原地跑步你也说不行 原地跳绳你也说不行 那就用站的 站的围曲你也说不行 那就用站直的 直的你说不行 那我们就坐下 坐下 怎么做法呢 你说老师我不行 我不能盘腿 你总会有很多理由 我都知道 没关系 我总有方法可以对付你 什么方法呢 就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可以啊 但是不要那种沙发 为什么呢 沙发往后斜啊 你会不由自主往后躺 我要你坐的椅子是平的那种 餐椅的那种 但你可以有一个软垫啦 就是你坐上去屁股坐着 端身正坐 是 像古代曾国藩一样 这样四平八稳的坐着 一股肛正之气 大义敏然的样子 是 你说老师我没有那个样子 那也没关系 你就给我轻轻坐着 轻轻坐着呢 然后呢 你的这个双手呢 你就放在膝盖上 肩膀呢 就轻轻松松的松下来 脊椎呢挺着 头呢正正的向着前面 眼睛微微闭上 眼睛闭上 你就坐着 还说这可简单啊 那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听听音乐啊 看看书啊 那不要 这个火也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呢 就是坐着都别动啦 会坐到睡着吗 那也不简单啦 你要试才知道啦 这不是简单的火啦 总而言之 只要你站着不动也好 你坐着不动也好 身体里面就有很多浮躁 会开始慢慢上升 但是不能动哦 不要动 然后 它慢慢上升你就 尽量的接受 轻松的跟它共处 你呢就是不动 你一动呢就会轻松一点 但是就不要动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所感受到的浮躁的气血呢 其实就是气血开始在身中里面 开始造化 开始翻腾 开始在活跃起来的一种基本现象啦 这活跃起来呢 在身体里面加速了它的循环 就促进了全身的一些代谢的机能 你越不要动 它呢就越有机会来行使它奇妙的造化 它可以解决人类呢 大部分的文明病 所谓文明病就是所谓的慢性病 一下子也要不了你的命 但是每天都让你很烦恼 对不对 比如说你睡不着 比如说你力量出不来 比如说你会喘 比如说你皮肤病 过敏 慢性病 一大堆的慢性病 比如说心脏病 心地不整 比如说肝脏啊 什么毛病啊 很多啦 现在的人要说毛病 全身都是病 那你怎么做呢 你就静静坐着 都不要动 你就说老师 我如果离开了家里没有椅子怎么办呢 那就没关系 地上也可以做 地上也可以 石头上也可以 腿一盘就可以做了 你说那我盘不了腿 那没关系 腿伸直也可以做 反正就是不要动 就在我的门下你没有借口 就病人也可以做 对吧 对 就算你生病了 你躺在病床上 我告诉你还有办法 你说老师 我的腰挺不直 没关系 你被靠着 有个东西让你靠着都没关系 各位你听清楚我的重点 我的重点就是说 当你决定要静静坐着的时候 就开始不要动了 连手指脚趾偷偷的摳一下 都不要 都不要 你不要穿着鞋子 脚趾头在里面一直动 让我没看到 都不要 因为你自己知道嘛 对不对 都别动 各位就这个都别动 这个定静能够生氧气 这次是天地给我们的机密 定静下来 身体放松下来 沉静下来 沉静下来 我赢不了我里面好浮躁 欸 机会来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 你给予你的气血翻腾跟代谢的机会 只是他带给你的感觉 你称他为浮躁 你一直都想把他赶走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机会为你行使神迹 是 对不对 他将要在你身中行神迹嘛 你一直都阻止他的发生嘛 是 那你就别动 静静坐着也好 静静站着也好 双膝围躯也好 能够这个运动也好 是 都能够让你的精气神回升啊 是啊 不過讲师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您再为我们区分一下 您刚刚说定静下来的时候能够生氧气 那我们把几种运动 可不可以讲师的稍微解释一下 可是我跑步的时候我不是定静啊 是 那我在跑步机上跑的时候我也不是定静啊 是 那到底是 这样子动的那个氧气 跑的时候身体是动的 是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动能 然后我们制造身体的气血快速的循环 快速的循环 其实就是代谢加速 代谢加速就有机会把我们累积的 各种文明的毒素把它代谢掉 然后呢 我们的新的机能能够新生 这就是所谓的代谢嘛 所以身体就会健康 对不对 那因为你不能动嘛 那不能动怎么办嘛 不能动的办 那身体就静下来不要动的时候 欸这个是相反的动作喔 你身体静下来不动的时候 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血反而畅旺 那当然你身体动的时候 气血也能畅旺 你选择嘛 你说欸老师我这样坐着齁 你感觉气血畅旺是没错 里面很浮躁我不喜欢 那我说那你可以动吗 可以啊可以好吗 那你是年轻人你就动起来嘛 各位如果一个年轻人 你叫他静静坐着 他是很困难 为什么因为里面太浮躁 对不对 是 这种情况你就动起来 然后你就得到健康 各位我们今天所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你得到健康嘛 是 你有亚健康变成健康嘛 你会运动很重要嘛 对 那你是年轻人嘛 你有体力嘛 你可以干活嘛 你可以动起来那你就动嘛 对 那你就不用在那边 哇我还要跟情绪共处啊 我还要关照啊 还要感觉像在血缠啊 啊 到底跟宗教有没有关 我会不会入魔嘛 你要想一大堆 对不对 是是是讲师 一定都帮我们想好了 反正呢我们身体要健康 那就是一定要运动嘛 那你要动的动 还是你要精神 人动的就动 对 不能动的呢就站 不能站的呢就做 不能做的呢就靠 嘿 呵呵呵呵 總之 當你身体不能动的时候 而内在气血要动 是个什么关键呢 就是你身体都不要动 是的 不要扣扣摸摸 不要摇摇晃晃 不要偷偷的 看这看那 是 闭上眼睛 保持身体都不动 十五分二十分 你就发现里面的气 开始跟平常不太一样 是 齁 就是各种感受 就會不太一样 當月有浮躁的时候 你就要把我 黃连禅教的功夫拿出来啊 要跟你内在的感受和平共处啊 把它当作一阵风一样啊 你呢大无畏的看着他呀 呵呵呵 就把我的 網路上很多话 还有我的 做我的引导池 还有站桩的引导池 各位网路上都有 都免费开放给各位了 你尽量拿出来用 为什么很多心理学的团体 医院的团体 中医的团体 都用我的东西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发现 就很简单 就对他的病患了 很多帮助 而且这些帮助呢 是所谓慢性病 就是你不断的吃药 只能控制 根本无法根治的东西啊 欸最后也都好像不见了 对 根除掉了 本来那个睡不着的啊 坦白讲很简单嘛 你只要运动 运动到会累 你就会睡着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是 静坐 站桩 你不要小看站桩啊 我们真的 站桩真正苦练的人 站完的时候 地上都是一堆汗水啊 如果你地上是铺那个磁砖的走路小心 它会滑倒 对啊 真的在苦练的是这样 啊当然你没有那么苦练 对不对 啊你就围曲 站到那个双脚会有点站斗的感觉 是 身体里面七七呢就很暢 是 是 那当然还有人会跟我说 老师啊 那我也不想这样呢 我这样子有点浮躁 我感觉呢很难过 那老师还有什么办法 还有还有 这个哈 天语虽广啊 不论无根之草啦 还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啦 你说老师啊我肚子饿了 我说你就吃饭啊 说老师可是我不想吃饭呢 那真是没办法啦 对不对 我们天助自助者啦 是 我给你办法啦 那你要试着去做做看 对不对 那当然 你会说 老师那我可以运动的人 那我可不可以站庄 那当然更好啊 为什么呢 站庄有静坐的效果 静坐之后呢 定静下来 身体所产生的是氧气 这个呢更好 所以如果能够 一半的时间 活动 跑步 另外的时间站庄或静坐 那这样就更完美了 是 是说你已经没有能力可以动了 你关节不舒服 你的腰哪里不舒服 你一大堆理由 我跟你讲 要不是你一大堆理由 今天身体不会搞成这样啦 对 现在已经有了方便的法 对你身体的机能 绝对不会有损伤 是 那你就好好运用看看 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呢 身体都非常健康 是 谢谢讲师哦 您的教导 然后我们所有站庄跟静坐的引导 全部都开放在网路上 感谢讲师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生活就是一场修行 台湾的内心 幸福内心禅 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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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整理 م���ino 5分半分钟 对 2分半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